第八條 子彈2g 以速度100ms-1次方 來飛 問這顆子彈是否超過2朝2 即是有沒有犯法 首先把2g轉為公斤 即是把2除1000 變成0.002公斤 計算它的動能 1分1mv2次 m是0.02公斤 0.002公斤 v是100 我按計算機 計算是10招2 大於法例規定的2招2 所以它是不符合規定的 B 如果射穿一張子 能速度就會由100變成80 問可以射穿多少張子 我們就計算 KE射穿後一張子的動能是多少 我們用相同的計算 不過這次代入速度的數值不是100 而是80 我們就計算是6.4招2 好了 由10變成6.4 即是說每穿過一張子 就會損失3.6招2能量 我們將10除3.6 就計算到2.7張子 指是整數 所以能夠穿過的就是2張子 C 拿這一顆子彈 垂直向上發射 能飛幾高 假設沒有空氣阻力 我們說 它能夠升高 即是獲得 即是獲得這個動能 獲得這個勢能 而動能就損失 好了 弱了它 速度是100 那我呢 不夠位 過隔離 就計算到 原來是相當之高的 是500米